火线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国国防机密资料和先进武器技术 遭到中共骇客窃取 华盛顿邮报引述了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 提交给美国国防部高层的机密报告 指出遭窃的资料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系统 还有F-35联合攻击战斗机等多项的先进武器技术 消息传出就引发了国际各大媒体的关注 对此美国国务院保守的回应 只表示美中双方已经成立了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应对 不过现场媒体对这个回答提出质疑 美国华盛顿邮报28日报道 中共骇客攻破美国国防承包商和政府机关网络 窃取大量先进武器资料 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 网络间谍行动已经让中国大陆取得多项先进科技 同时也削弱美国军事优势 美国国务院当天则是保守回应 华游报道指出 美方遭窃的机密资料 范围涵盖美国陆军的拦截导弹系统 海军的神盾导弹防御系统 逆宗战机 爱国者飞弹系统 以及F-35联合攻击战斗机等 近40项先进武器计划 以及其他近30项国防技术 美国国务院表示 已经跟中国建立网络安全工作小组 把握一切机会尝试解决问题 但遭到记者质疑 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天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唐尼伦 本周访问中国一定也会提出 网络安全问题 白宫发言人指出 欧巴马6月份即将跟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会面 也一定会讨论网络安全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生编译 新唐人亚太电视 新唐人亚太电视